1.某家幼儿园的一位男同学,在上课的时候老师问,同学们,你们知道3加9等于多少吗? 那位男同学小小声地跟他的同桌说,你看,连老师都不知道3加9等于多少的问题,我们肯定也不知道,这不是白问了吧?哈哈哈哈,他的同桌的脸突然变黑了。 2.有个大龄圣女一直找不到男朋友,她忍不住向妈妈抱怨,都怪你,当年不让我早恋,害得我现在找不到对象了。 3.老妈听了打趣道,知道我当初我为啥不让你早恋吗?女儿摇摇头,为什么?老妈叹了口气说,你要是早知道自己找不到对象,那这些年你该有多难过啊。 3.周末,和老公一起带五岁的儿子去游乐园玩,回来之后,儿子把外套一摔,气鼓鼓地说,再也不和你俩一起出去玩了,我给你俩拍了一天的照片啊。 4.儿子,爸爸,你又没上学,你哪来的家庭作业?爸爸,谁说我有家庭作业?儿子,妈妈呀,昨天听妈妈跟阿姨抱怨,说你都一个月没交了,爸爸,是吗?那你阿姨又怎么讲? 5.儿子,阿姨说,不要把家庭作业制交给老公做,外面大把人做呢?爸爸,什么?你妈又咋说?儿子,妈妈说已经交给楼上王叔叔了,说王叔叔做得特别好。 5.小王室单位一普通员工,钥匙链上只有家里和办公室的钥匙。 5.一天,在街上用钥匙开,车锁,听到旁边两个妇女小声说,男人钥匙不当官,一般钥匙链上的钥匙都比较少,当官的有权,钥匙肯定比较多。 5.小王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,听后就在钥匙链上多挂了几把钥匙。 6.果然几天后上街,在用钥匙开车锁时,就听旁边有人小声说,年纪不当,钥匙那么多,肯定年轻有为是个领导。 小王听后,非常得意,于是他在自己的钥匙链上,又多挂了几把钥匙,再次上街开车锁,小王故意把钥匙链摘下来,看到他钥匙链上那么多钥匙,旁边又有人议论道,这个人这么多钥匙,一定是个仓库保管员。 6.一个黑心老板,为了提高产量,给员工开会,要求员工每天干25个小时,前排的一名员工忧愿地说,一天才24个小时,如何能干25小时的活? 老板两眼一瞪,你不会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,再推迟半小时下班吗? 7.老婆问,春晚不好看,你为什么还看,我不说话,盯着老婆看了很久,你看我干什么,有些东西跟你一样,虽然不好看,但已成习惯。 8.我爸买了串大葡萄,让人给坑了,算下来一颗和八毛钱,妈不舍得吃,爸一边吃他一边念,吃一个,得,一个茶叶蛋没了,第二个,能买一斤面条了,第三个,够做一天地铁了,你还敢吐皮儿。 9.每隔几天,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体内的洪荒之力,还好,一位得道高僧,教了我一招左右互博之术,我天资聪慧,深得洗法,已经练习二十多年了,虽然练习的时候,身体的洪荒之力会外散,但我却觉得很舒服。 10.有一次我的邻居家两口子,在门口放了台棒乘在卖家里玉米,男的和小饭过程,女的抱着四岁的女儿在一边监督,当一袋袋的玉米不完成算完账后,因为要收钱,女的就顺手把女儿放在棒上去接钱,这时女儿惊恐地大哭,妈妈,妈妈,妈妈,我以后听话,你别把我卖了。